Yes No Yes No 嗨,大家好,我是George 你们的英文老师 那你们一定很好奇 刚才在开头里面的George老师是怎么了 别担心 我没病,我很好 刚才我的朋友送给我这个镜子 它很特别 它叫做Anthonym Mirror 当你跟这个镜子说出 某一个字的时候呢,它会跟你说出 它的反译词 很好玩哦 Anthonym就是反译词的意思 那么像刚才 我跟这个镜子里面说出Yes 的时候,它会跟我说出 No,Yes的反译词 这个镜子太好玩了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Big Small 很好玩,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的手表呢 是旧的手表 Old Watch Old New 哇,我的手表变成新手表了 New Watch 那么现在我想跑快一点试试看 我一直觉得我跑得很慢 Slow Fast 镜子里的我跑得好快哦 这么好玩的 来,这个镜子真好玩 Interesting Boring 原来我们多学了一个Anthonym Interesting Boring 太好玩了 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Bad Good Cheap Expensive popular Unpopular 那么还有什么Anthony 你们可以想到的呢 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哦 那现在我念出一些字 你们成为这个Anthony Mirror 跟我说出他的反语词 好不好 Friendly Unfriendly Safe Venturous Near Far Slim Anthony Mirror 很好玩对不对 好,来这个 送给你们吧 希望你们得到它了过后呢 你们可以学到更多的Anthony 更多的反语词哦 就这样,你们学到了吗 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You can check out our website You can click on the like button Subscribe button And click on the little bell And we'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 就会有字出来 pop是什么 pop是什么 就是他们要念 Fast 有时候你跟人说 镜子说某个字 镜子就会说出它反 相反的意思 OKOK 好吧 跟你说一个字 他就跟你说 你们成为这个Anthony Mirror 再一次 我跟镜子说 Yes 镜子里的 你是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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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